我和你拼了 尽有你小爷爷在此 定将你打得灰飞烟灭 其实贯主入长安之战 长安城内老百姓的表现远比电视剧中更加慷慨热血 这一段的原形也是改编自两个孩子和一个泼皮 书接上文 宁缺配合镇眼处催动精神阵发动饕贴大法 稀释灌主的鲜血念力和精神力 对此灌主一脸平静 放任念力和精神流水般消失 一道寂灭的气息被稀释进体内 宁缺的身体骤然僵硬如冰 他与长安城心意相通 整座皇城也开始冰封 就如同吸星大法碰上寒冰真气 当寂灭遇见饕贴 冰封了整座长安城 临近长安街有一户人家 屋里有两个少年 一个是城里孩子 一个是乡下孩子 城里孩子叫张念祖 乡下孩子叫李光碧 两人原本关系并不好 此刻城里孩子拿着一把柴刀和一把菜刀 对乡下孩子说 大街上来了一个轻衣妖怪 左手只有两根手指 他能呼风唤雨 书院的先生们都打不过他 家里人很害怕 我打算过去帮忙 但前院那些老男人胆子太小 不敢跟我去 我觉得你还有些胆量 你敢不敢跟我去 说完他举起手中的两把刀 然后说柴刀和菜刀你先挑 乡下孩子虽然只是一个少年 但他是唐人 他觉得作为唐人 却胆子很小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唐人应该没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 所以他不想被城里孩子笑话 菜刀和柴刀他都没有选 因为他有自己的钢叉 因为灌主入长安 所以长安大街上没有一个人 此刻宁缺已经被灌主伤得奄奄一息 张念祖和李光碧藏在一座宅子里 他们隔着门缝看着街上的情形 他们始终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他们真的很害怕 张念祖不想被同伴看低 他抓起一把血塞进嘴里 胡乱嚼了两下 然后说道 我先去 下一刻 他踹开木门 踢着刀往雪街上跑去 李光碧也抓起刮叉跟了过去 两名来自三园里的少年 提着菜刀与柴刀 拿着手刮田的钢叉 一路骂着脏话冲了出来 妖怪 那命买 他们的声音很颤抖 听着就像是在哭一般 但依然冲了过去 这个画面看着很可笑 但并不可笑 事实上 各家的门缝里有很多双眼睛 他们一直在盯着长安城内的变化 两名少年拿着刀叉冲向灌主 随后毫无意外地被震飞 两个孩子眼中的恐惧神情愈发浓郁 他们更加害怕 但他们没有回头 而是拿起武器哭着喊着 再次向灌主发起冲击 就在两个孩子快要冲到灌主身前时 一枚青砖后发先制砸向灌主 两个孩子回头望去 看到的是一个浑身油污 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张念祖认识此人 他是长安城著名的泼皮 这辈子只擅长坑蒙拐骗偷 泼皮怀里抱着十几块砖头 对着街道中央的灌主不停地砸去 随之而去的还有一连串脏话 此情此景 那些在门缝中的男女老幼 再也忍不住了 他们将所有可以用来扔的东西 统统砸向灌主 并且愤怒且疯狂地问候灌主的双清 前一刻还寂静无声的朱雀大街 忽然间人声鼎沸 他们曾经恐惧 所以沉默地留在家里 等待着道门与书院战斗的结局 但他们还是来了 他们想要保护书院的先生 想要保护长安 因为书院是唐人的书院 家国是唐人的家国